星期三 意大利中度受到两次强烈地震袭击 一些教堂以太后建筑物严重损害 但避免了刚刚两个月前 在当地发生地震所造成的近300人死亡灾难 到目前为止 还未有重大伤亡的报告 只是有几十人受到轻度的受伤或休克治疗 其中受到地震袭击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乌西塔的市长 李纳尔迪表示 可能是由于地震的时间 但很多人已经在第一次发生5.5级地震后逃离家园 所以当两个小时后更强的6.1级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撤离 湖西塔是位于亚马特米撤阵以北是大约75公里的地方 8月份的地震造成了297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